歡迎收看超級大贏家 我是詹璇 我們來關心到 昨天晚上的歐洲央行 發表最新的利率決策 是否影響到今天亞洲股市的表現 今天台股市震盪走高的 中場漲了45點 收復了8700 收在8706點 不過量能有點萎縮 今天只有881的量能 好 這個盤勢怎麼看到呢 先為你想要專家 萬通國際投股的丁楊老師 丁楊老師好 玄奕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 確實老師今天會長 應該是說有點意外 因為其實昨天央行發佈利率決策 說降息並且擴大購債規模之後 歐股是瞬間大漲了2% 不過後來竟然又是掉下來了 而且跌幅也將近要2% 那麼美股是平盤的反應 那有人說是代表說 歐洲投資人還是很擔心說 經濟看起來很差 那這盤是怎麼解釋呢 真的很差 很差 那今天雅股在漲什麼 漲熱錢 錢來了 熱錢 Hard money Hard money 昨天不是有個立委 問這個總裁嗎 他說是不是熱錢 他說 他不能說是熱錢 其實是熱錢 但是他說 他只能夠說 這個是正常的一些動作 就是正常的會進會出 他沒有講得很明白 但是我們聽得懂 就是熱錢 熱錢就是 跟基本面是沒有關係的 熱錢最簡單 我講宏達鏈就好了 資金行情 宏達鏈 對 就是宏達鏈就是熱錢啊 宏達鏈跟基本面沒有關係啊 宏達鏈就是靠拳頭嘛 對 靠拳頭就是要有錢丟進去才叫熱錢 那沒有錢用含 已經買到了114塊囉 漲了4根了 可是龍券還有16300張 對 要怎麼解釋啊 有夠奇怪 我看錢可能要到200 這樣喔 我講錯了 我說我現在16300多張下到 不是不可能 有可能啊 因為現在很多不是只有宏達電 對 很多高空股票你看3163的波羅威 波羅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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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公司財報也不怎麼樣 但是說要配發股利股息對不對 它就跳空漲啊 就是這樣子啊 這個就是資金行情 它就跟基本面是沒有關係的 資金行情就是說 錢堆到哪 股票就起來了 對 帶動股價 這就是我們所謂資金行情 是 那不是景氣推動 它是資金推動的行情 那資金推動的行情是沒有理性的 砸錢進去 一定要有錢 那我們發現很清楚嘛 外資從過年以後 它就一直把錢匯進來嘛 買新台幣嘛 對 所以新台幣才會從33.8 現在不是升破了33塊 對 這就是熱錢嘛 為什麼要匯進來 因為大家都知道 歐洲央行要降息啊 嗯 大家都知道啊 所以 被預料之中的事情 所以它會往那個 往一些強勢貨幣那個地方去鑽嘛 嗯 所以美元也 為什麼 總共美元也是剛開始很強 到98點多 後來要摔到95.94 嗯 也是這樣摔來摔去嘛 那歐 剛開始降息的那個剎那 那歐元呢 也是一樣從 哇 急扁到1.0825 有 剛剛丁森老師有偷偷說 就是昨天反應跟12月那一次央行 一模一樣 反應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歐元都是先跳水 然後歐股大漲 結果後來就兩個再反過來 歐元再升回來 然後歐股都跌下去 對 我之前請各位背起來嘛 就是 歐洲的股市 尤其是德國 它跟貨幣是相反的 對 如果歐元掉 德國指數會漲 對 那歐元升它就掉 但我們亞洲都是 股匯齊羊都這麼講對不對 不一樣 因為相對貨幣嘛 對 我們跟美國一樣 對 美元 美元升 美元強 股市就強 股市就強 我們是跟它一樣 那日本跟 跟 歐洲一樣 日本就是 日幣越貶 日股越升 它是相對貨幣嘛 所以不能夠套用 對 要背起來 那真的這個 有可能是 因為7年12月就是這樣子 對 這就崩盤嘛 對不對 但會不會每次都這樣子 不一定 因為美國昨天並沒有崩盤 那美國現在盤後盤 Growback也在大漲 那事實上外資也 還是買超台北股市 今天買超過100億 對 所以不是 因為歐洲一直要降息 寬鬆貨幣 表示歐洲快垮了 它大概沒救了 已經在負利率了 還要更負 大概沒救了 我認為這些歐元區 大概快垮掉了 就是已經是 爛到已經不能再爛了 那沒有用這一招的話 會更爛 那用這一招也沒用 因為實施貨幣政策 其實是不得不啊 不見得會成功啊 因為他希望能夠增加購買力嘛 消費能力嘛 錢借貸出去 但是沒人借錢 沒人借錢 有沒有人投資又減少 那完蛋啦 那這個是 未來來講 這是一個貨幣陷阱 錢沒地方去 貨幣陷阱會產生泡沫 對 未來會崩盤 錢太多 未來有一天 也許在半年 一年 兩年以後就 全世界就會大崩盤 嗯 一定的 跑不掉了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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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定跑不掉了 但是那是題外話 但是我們講的是現在進行市 現在進行市不會崩盤啊 我上個禮拜講過 上上禮拜講過 台北股市現在季線的周扣底值啊 這禮拜是扣底8398嘛 那上個禮拜是扣底8398嘛 兩個8398只要 指數 大於8398 那季線是不是翻揚不變 趨勢還是向上為中多嘛 那短線來講 月線扣底低值本來就是短多嘛 那短多中多他現在上去以後 我們不要預設 高點 我們只要用防守點 到底哪一個地方破盤破價 我們才會形成反轉的條件 那這個條件如果沒有形成 我們就持續做多嘛 那做多不見得 一定要每天做多台積電啊 因為股票會輪來輪去 輪來輪去嘛 對不對 會輪動嘛 因為 這指數雖然是漲得不是很快 但是股票他就 輪動嘛 輪到誰他就漲得很快嘛 這是一個觀念的問題嘛 那另外就是 這個禮拜的季線扣底是8,115點嘛 那重點來了 我在二月底就跟各位宣告說 三月份的 第三個禮拜恐怕會暴漲 最會大漲 等到了吧對不對 欸老師已經從那個86 七千六百七千六百二十七點已經漲到現在已經第七個禮拜 你說下禮拜會再暴漲 我沒有騙你 按照據師分析來講的話恐怕會暴漲 我這個月 我這個月這個月三月份有五總共有五個禮拜 有五個禮拜對不對 我一直跟各位提到三月份的第三個禮拜 我不是說第一個禮拜也不是說第二個禮拜 但是我沒有說第一個禮拜第二個禮拜會怎麼樣 我也沒有說第四個禮拜第五個禮拜會怎麼樣 但是我特別重視下禮拜就是三月份第三禮拜 因為這下個禮拜是扣底整個扣底值下來的相對這個月的最低點 所以恐怕會暴漲 指數恐怕會暴漲 那也就是如果指數暴漲的話 那請問一下 我們會不會把8871點看在眼裡 不會啦 因為這個禮拜才漲六十幾點 上個禮拜應該漲比較多吧 漲200多點的樣子 我如果記沒錯 那下禮拜如果會有大漲的條件 那我們會不會把8371點放在眼裡 不會啊 那指數是這樣 那OTC指數來講的話更會大漲 OTC 因為大盤已經過了這個12月 去年12月的8535點 過了早就過了嘛對不對 可是OTC上規指數還沒有過 還沒有過這個133.6點 到今天是133.5點左右 131.65點左右 所以OTC來講的話 它最有條件在下禮拜爆充 所以為什麼我一再跟各位講 我這禮拜一直苦苦婆心 一直請各位要有耐心 我說如果有些強勢股 叫你追嘛 你說你的個性又不喜歡這樣子 對不對 叫你買那個6238勝利 你說那什麼股票我怎麼聽都沒有 ATAS 汽車供應鏈汽車概念股 你說這股票起得好像去消費 不敢買就算什麼 3552的同志 你說倒車雷達 大家也有倒車雷達怎麼這麼遺憾 怎麼起得要我五百 一些強勢股大家不敢買 我們可以接受 而且漲了非常的久 非常的多 我們都可以接受 我們都了解各位在想什麼 叫你一直往上追 2481的那個強茂 那也是太陽冷股 強茂也是卡到太陽冷 你知道嗎 那只是他運氣比較好被阻力介入 跟投信掐進去 就爆充出去 對不對 現在目前來講就是資金行情嘛 那你說業績有特別好嘛 也沒有普通嘛 但是為什麼是這樣子走 就是一個資金行情嘛 人家都一波就把它拉到底 拉到底 然後整理之後再拉 整理之後再拉 其實是意思是一樣的 對不對 我不是一直這樣講嘛 那我說好 叫你追高 不要說追高 叫你買那個強勢股 你說你不敢 叫你買太陽冷 你說沒有陽光 沒有錯啦 台北啊 這個禮拜啊都在下雨 天氣又不太好 又很冷 好像冬天 其實已經春天已經靜止了 已經春分了 準備要準備立 已經立春了 要準備要 要到春分來 三月二十幾號就春分了 到現在目前為止 好像還是冬天 又沒有太陽 明天再下雨 可是我跟各位講 我說我發現了太陽 我發現太陽 而且我保證 我保證哦 下禮拜一會出大太陽 拜一 全國來驗證天氣 不管從台北以下 全台灣 艳陽高朝 禮拜一 而且會 溫度會升上 而且會好天氣 一個禮拜持續 而且不會下雨 我是跟你講真的啊 我不是開玩笑啊 所以我現在跟你講說 你要開始買一些股票 如果說 我在這邊 我很少跟各位講 我說我最不重視基本面 因為基本面真的 如果股票價格在跌 基本面就不如一碗泡面 因為基本面是用在中長線 可是我們做股票 我們從短線開始 短線我們是用技術面在看 一檔股票的轉牆跟轉落 一定從技術面來看 對不對 從技術面來看 那如果從基本面來看 4934的太極 4934的太極 今天又有新聞了 對不對 它不是因為新聞才漲 它是 一直都有新聞 一直都有利多 可是就是不漲 那今天漲這樣 本人覺得 不是很滿意 而且滿遺憾的 因為報紙跟各位講說 他可以賺 第一季就可以賺1塊1 那我是認為有點誇張 因為去年整年度獲利是1塊1 第四季獲利是7毛 對不對 那我已經跟你講 他已經毛利已經淘到13% 他從負轉正 而且他去年的獲利 已經高達1.1 前年是0.66 往前推1年是1塊錢 往前推1年是負7塊 往前推1年是負4塊 連續5年以來 就是從虧轉贏以後 開始到今年要報賺 那我不是說 第一季他會賺1塊1 那是報紙說的 可是我這邊跟你講說 他第一季會賺0.8元到1元 我是做最保守的估計的 而且第一季是淡季 那很多人就是一直跟你講說 因為太陽能的這個電池片 或是電池芯疊價了 就疊1% 報價就疊1% 受不了 營收上來的 毛利提升的 你會在乎 跌那麼1%的價格嗎 為什麼要放這種消息面 為什麼報紙很多人 要放這種負面的消息 那麼多分析師一直要攻擊他 有很多的理由 第一個理由就是 他不了解 他不知道 不知道基本面 第二個理由就是 為反對而反對 就是不爽 也不知道為什麼不爽 所以你一直用負面消息打壓他 那第三個理由呢 其實也就是股票上漲最大的理由 有人要進貨 故意不讓你買 故意讓你把股票下出來 他沒有甩叫 你就不會賣 我剛剛講到3163的Poloway 我們請一下Poloway 3163Poloway 難道Poloway是從來沒有跌過嗎 我們把這個打成這個 周K線來看好了 比較看得比較清楚 周K線 Poloway 3163Poloway 這漲了五六個禮拜 六七個禮拜沒有錯 可是在之前他從來沒有跌過嗎 他從來沒有跌過 那股票要大漲之前一定要先跌的 一定要先甩腳 他從來沒跌過嗎 沒有跌他會漲嗎 這就是一個道理 我是告訴各位股票一個道理 好 太極今天跳空上漲 收盤 留了上引線 我並不是很滿意 但是成交量我們本人非常的滿意 成交量 這個太極就是4934太極 高達了三萬一千張 這個三萬一千張 他已經具備了攻擊量出來 如果用日線來看的話 你三萬一千張 已經具備攻擊量出來 就是他的攻擊量 他未來的攻擊的力道 他就是要挑戰前高 他已經量價先 量已經比價格先跑了 那為什麼今天沒辦法漲停板呢 因為還是很多人不了解 還是很多人說太楊能有餘力 因為不了解而反對 而另外一個原因就是因為 法人還沒有進來買 甚至有些人還在賣 對不對 那你又不知道一個道理 法人是先賣以後才會買 就好像現在目前外資所買進的股票 金融股就好了 他以前天天賣金融股 可是他現在天天買金融股 他之前也是天天賣宏達電 現在是天天買宏達電 這是一個全值超凡法 全值超凡法最簡單的就是 股票越漲的話他要越買 越跌他要越賣 你要把它背起來 這我以前在 在民國八十三年的時候 在元大期貨的時候我就學起來 20年前我就知道這個道理 股票越漲指數越漲 外資要越買越多 越跌他要越賣越多 這是規定 你說我不知道為什麼他們要這樣做 追高殺低 本來超舊就是追高殺低 超舊原本就是追高殺低 那只是你不懂而已 那你不辦而已 所以越漲的股票他會越買 宏達電他會一直買上去 那他跌的股票他會一直賣一直賣一直賣 他是規定的 那等到他開始買的時候 股票反轉的時候他就一直買 所以你要趁外資投信 自行商還沒買之前你就要先動 所以我說發現太陽 發現太陽 那我這個禮拜 我們時間過得很快 今天就3月11號 就是今天的台北市 那明天是台中跟高雄 我已經答應各位 我要把各位 所不了解的技術面 變形三線八拐點 我要教導給各位 現場每一位朋友 我要教各位 什麼叫變形三線 什麼叫八拐點 如何的運用買賣點 其實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課程 那現在目前來講 我們迎接的是 變形回車的第二拐點 所以下禮拜 還是一樣要做買進的動作 所以我已經講過 如果有回撤第二拐點 就是要買 而我們在現場的時候 我也整理出了三檔股票 要送給各位 我們到現場來 一起來研討 我還有另外一檔 太陽能股 我沒有講過的 另外一檔生技股 你不要看不起生技股 一檔生技股 另外一檔就是半導體股 我在現場會公開三檔股票 我們先把時間交還給主播 好 我們先休息片刻 想掌握更多投資訊息 廣告之後馬上回來 77259668 77259668 台灣請具優質品牌 三分之一 A-Life 2016年全新上市秒睡整 請上網搜尋 三分之一 A-Life 台灣首選 居家盛會 世界級家具 一次擁有 絕不能錯過的居家美學 十一到十四 生貓一館 台北國際家具展 日本原裝進口 All new SWIFT 57萬8起 不只好玩 還很安全 16年式玩樂登場 SWIFT2Tone特試版 雙面都變 依然愛現限量上市 推身量商機 威力不可小聽 你聽我剛剛吃的新聞嗎 來到這裡 I can't see 就看幾次 你有第一首消息要爆料嗎 只要隨時隨地拿起手機 蛤 明星賣萌大吉伯 顯得比我可愛呢 掌握第一首偶像動態 只是個小人 I can't really reach your mind 推送最新的劇情發展 哇 跟我一起follow下的 一句独家消息 線上網搜尋 三立新聞網 電電購 解決妹妹亮起來 鳥莎限定 適當雅蘭 蘋果光童年金 六六折起 將一式嚴選可調式美味袋 擴盤五六折 Oro Ocean海洋七七珊瑚霜 小莎分三折 再送好禮 光雷劇 上升運動布拉 七折回饋 再送美肌面膜 挑票買一千 再送保顏購物金 快加入電電購粉絲團 就有機會得到樂過巴巴 蔬果酵素 快上網搜尋 點點GO 兩萬不到 兩萬不到 即日起報名 LAMIGO中國八大行程 現實優惠只要19980 讓您輕鬆旅遊 無負擔 LAMIGO You're gonna go to war This may be the only thing I do It's time you learn what it means to be a man 電賦俠隊超人 3月25誰能勝出 各位回到超級大人家來看到了今天台股星期五收周線 周線是連四紅了 同時呢 今天是突破了8700點的關卡 來看出場面的變化了 今天外資在現貨 依舊是正在買方 並且大買了114億買很多 同時呢多單水位 將近要來到4萬口高水位 現在是39000多口的水位了 所以感覺真的是錢一直不斷的進來 上一段最好是提到熱錢都來了 所以這個時候呢 是不是資金輪動一下 有些些人宣傳美港的股票 開始要漲起來了 下禮拜有什麼個股可以來觀察呢 太陽能跟生計不錯 尤其是太陽能 所以我請各位為什麼一定要到現場來 我們發現太陽 因為太陽能股不是只有 我講到了這個太極或是元金嘛 我稍微帶過去一下 所以兩檔我基本沒有常講 晚上我還會講 如果是一檔公司 可以賺3塊錢4塊錢的公司 只有1,20塊我是認為 應該跟馬英九投訴一下 不然以後要跟小英投訴一下 你知不知道我意思 但是我買它不是說 因為它基本面很好 我推它下去 我是說技順便轉起來 我是不是這個禮拜 一直在講這檔股票 六四十三元金 六四十三元金也是一樣 它去年獲利五塊五毛三 一月加二月就超過了五毛三 第一季我估出來就一塊 這種公司 沒人要 前一波漲了一段 大家也知道 壓下來就是甩腳 所以我認為 從下禮拜開始 最有可能讓各位 狠狠地繞它一筆的 一把的 就是太陽能 而在現場的時候 我還要跟各位公開一檔太陽能 今天已經開始放亮了 我可以稍微跟各位透露一下 跟2498有關係 2498 雪紅姐的公司 對不對 你不要問為什麼 我相信所有台灣人 所有手上的股票 沒有一檔股票比它更爛的 它最爛 它虧了18塊 它都可以這樣玩 所以你就知道說這個是資金行情 這沒有理性的 沒有理性的行情 你要敢 要敢去做 那現在目前 你看台北股市 一千六百檔股票裡面 到底哪一組 它最有可能暴衝出來 如果完全沒有機會 我不會一直強調太陽能 另外就是生計 我在現場 還要跟各位講 一檔生計 一檔生計股 你不要一直講 耗鼎耗鼎耗鼎 耗鼎就不要買耗鼎就好了 那生計股有一千多 一百多檔 你為什麼一直講耗鼎 而不敢買生計 今天生計股漲起來 股票多了事啊 今天生計股漲起來股票很多耶 終於也漲上來了嗎 終於不是漲了嗎 是不是 4746的台耀不是漲了嗎 4108那個什麼 那兩股票不是飆了四天嗎 懷特啊 你還在講耗鼎 不然你都不要做好啊 你拜託的 對吧 所以發現太陽嘛 你太陽 我發現太陽 我又不是說叫你太陽能股 我又不是叫你買那個 我說要買太陽能股 你要選擇長得漂漂亮亮的啊 增到漂亮漂亮啊 那為什麼要做股票 人是這樣啦 有一個人穿得漂亮漂亮啊 沒有一個人穿得怎麼貴的 我告訴你 人就是這樣 你有錢啊 人家看到你都賺你 因為你每天穿得漂亮漂亮 出去都阿嬤的 拿寶寶都賺你 阿嬤的 阿嬤的 你了解我的意思嗎 但是你如果沒有錢 你都親吵阿嬤的 人家到處 給他噴出就噴到處 結果阿嬤的看著 也要噴出嘛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所以探錢最重要 怎麼賺錢 怎麼撈錢 你膽子要大 錢是英雄膽 你不夠膽怎麼做 怎麼做大 你不敢進場怎麼賺 所以我現在 只有小小的要求你說 現在我發現了太陽 那我 我要主講 我要教導你 變形三線八拐點 你還不報名 而且我要主講太陽能股 每一檔我都拿出來講 我要轉強我才會買 你不要以為說 喔那個 有些太陽能股 現在技術面還不好了 我絕對不進場 那我一直講太極元金 就是最強的 那還有一檔 已經今天轉強 就今天轉強 如果你對於太極跟元金沒興趣 我還有另外一檔 我只能夠透露一點 跟水紅節 關係還不錯 那為什麼我跟妳講水紅節 因為水紅節 他們家的股票都揹起來了 你沒看 那浩達在揹死 怕死人 直接把他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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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 這不是資金行情是什麼 不然是怎樣 不然你以為那個什麼 那個VR是多厲害 你也幫幫忙 那個VR只是開始而已 那你能夠讓他賺多少錢 股票本來用菜 你是在拜託的 股票是用菜不是煮的 我跟妳講的 而且現場我還要跟各位公開一檔 半導體 這三個剛好都是OTC上規股票裡面的主流 生計太陽能跟半導體 我各一檔 我在現場要公開三檔 我們一起來研究看看 下禮拜會不會輪到他們三檔 不多啦 也不要跟各位講太多 股票市場就是買了以後賣了 神頓我們賺了三根漲停板之後 我在三月十號就是昨天 把它買回來 一百五十一塊一百五十二塊 今天差點被我公上漲停板 神頓啊 六四六二啊 這樣十幾塊 一檔又賺六五 買十檔又賺十幾萬 那一波就是我做的 那我先賣掉以後 我能整個兩個禮拜我昨天進場 今天又被拉起來 所以國標就是這樣而已 你買強勢股都拉回 現在太陽能是下禮拜 最重要的一個主流 所以這三場講座 禮拜五禮拜六有三場 要打電話來預約罷名 我們現場見 我們把時間交還給主播謝謝 我們可以看到台北股市 周縣是連四紅 這個禮拜以來已經大漲了 62點了 下禮拜有機會來扣關年限 想掌握更多台股後續盤市 我們下禮拜一同時間再見 感謝收看拜拜